虽然呢我们还没有开始敬拜 但是请各位弟兄姐妹 当您来到神殿中的时候 让我们预备心来朝见我们的神 那这个时候呢也先请您将您的手机 转为震动或关机 让我们不要被这些声音 然后阻碍了或是阻拦了 我们到神面前敬拜 在新的一周开始 不管你过去如何 但在新的一周里面 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 有没有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 都能够去体会到体认到 或者是说你就是根深 同行的呢 每一天如果没有 依靠神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什么也都不能 神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的帮助者 不管过去一星期如何 但好不好 在今天你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将自己再一次的 道工自己 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 好好地安静 来敬拜我们的神 这个时候就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能够得着神 给我们的话语 让透过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帮助 也开启我们心灵的那个力量 好叫神 祂的话语 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能够领受 我们能够得到真的注意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绝书谢谢你 绝书谢谢你 因为在 祝阿清早 我们要来到你面前 祝阿谢谢你 能够来到你面前 祝阿这是恩典 祝阿是何能的福气 让我们能够来到 祝阿神宝座面前 能够开口 能够来感谢 能够来祷告 绝书不管 主啊我们上个礼拜如何 之前如何 绝书我又都要带到主的 来到主的圣人宝座面前 主我就是要有一颗 新的心 新的看见 新的灵兽 主将你的话语 主啊成为我 你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主耶稣成为我的帮助 成为我的依靠 谢谢主你爱你 主从没有忘记 主当我们 开口祷告的时候 主你也就重听 主你也就看见 主你也就赐福在里面 绝书谢谢你 这个时候为着我们 庸姐妹 主啊来到你面前 主啊有声 无声的祷告 都再次的 脚脱在 我们手中 绝书谢谢你 爱我 爱我们的 佣姐妹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 远天我儿 有声 无声的祷告 谢谢你 也为着 还没有来到当中的 佣姐妹 也来向主 献上祷告 绝书恳求你 也加紧她们的脚步 让她们能够平平安安 来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 让我们能够在圣殿当中 高举你的名 将主你当的荣耀 归给你 绝书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圣灵 再次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 听我的祷告 感谢 那是奉告耶稣 基督圣灵 祷告的 对方姐妹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 我相信没有任何的事 可以阻碍我们跟神 相遇 相见的时刻 这个时候 请您将你的手机 转为震动 或者是关机 不要让手机 去影响了我们 在神面前 敬拜的心 在诗篇29篇 一节里面讲到说 神的众子啊 你们要将荣耀 能力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神是给我们盼望的神 祂因信将主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神是满有能力的神 阿们吗 阿们 阿们吗 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 满有疲憾 生命全员 就在耶稣基督里 要求在我里面活着 我宣告在我里面敌立 平时上一切更有了你 我不输着世界 我高级耶稣的命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 我是永留满游的你 用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永远站立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 满有疲憾 生命全员 就在耶稣基督里 要求在我里面活着 我宣告在我里面敌 平时上一切更有了你 我不输着世界 我高级耶稣的命 我宣告在我里面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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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勇敢敌 我宣告在我里面敌 平时上一切更有了你 我不输着世界 我高级耶稣的命 我宣告在我里面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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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告在我宣告在我里面敌 我宣告在我里面敌 耶稣 谢谢您 因为你的爱是生不见离的爱 主 您的爱是长过高深 我们也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要使教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给我们生不见离的爱 圣经里面说 天父何等爱我 不管错对错错 爱我一样多 人生已知后 不再为自己活 愿圣灵帮助我 能经历你更多 生不见离的爱 没有别处能找到 爱你心向造我 深深认识我 我每根头发 天父你都细数过 恩典如繁星一样多 圣经里面说 天父何等爱我 圣经里面说 天父何等爱我 圣经里面说 天父何等爱我 认识你之后 不再为自己活泽 愿圣灵帮助我 能经历你更多 神不见地的人 没有别处能找到 按你心想找我 深深认识我 我每个头发 天父你都心疏过 恩典如繁星一样多 是的 又姐妹 是乐爱是常活报声 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好不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来领受神也会爱 好不好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让神的爱也摸着我们的内心深处 在这里讲到说认识耶稣之后 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泽 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成为祂的儿育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知道 神的爱也摸着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为着自己来祷告 让神的爱摸在我们内心深处 神的爱也摸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神的爱也摸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主啊 谢谢你 祢从没放弃过孩子 主啊的爱摸在孩子内心深处 祝赏赐给孩子 主啊 祢是从祂的爱 祝赏谢谢你 让孩子能够来领受 祝我们的爱摸 祝我们 是可得的 祝赏谢谢你 谢谢你 耶稣基督 还真是要为自己 再次向我们世上感谢 谢谢你 爱孩子 谢谢你和我们所有的两姐妹 因为 祝我们是你的儿人 祝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祝赏在这时候 求祝点开启我们的心儿 主 从我们进到我们的心中 祝赏我们的帮助 赏我们的力量 祝赏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 主啊 请你敬畏 祝赏谢谢主 谢谢耶稣基督 赏给我们的说 神经里面说 天父何敢爱我 不管错对错错 爱我一样多 认识你之后 不再为自己活 愿神灵帮助我 能经历你更多 神不见底的爱 没有别处能找到 爱你心想造我 神神认识我 我每一根头发 天父你都是输过 恩典如繁星一样多 神不见底的爱 神不见底的爱 没有别处能找到 爱你心想造我 神神认识我 我每一根头发 天父你都是输过 恩典如繁星一样多 恩典如繁星一样多 祂也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心里面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神要打开天窗 帮你在主的面前 知道神爱你 神也在当中 带来救命我们的心中 带来救命我们的心中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 敬拜神 神在我们 在我们当中 祂和我们的心中 圣经 圆成 圣经 圆成 圣经 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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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黑暗勢力 可以搖動我的信息 願望我的敬拜 到你面前 夢裡悅難 天使 天君之心 伏伏敬拜 在你寶座前 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祷告 打開天窗 願你充滿 你的榮耀 你的同在 在這裡 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敬拜 打開天窗 我們只要 你的榮耀 你的同在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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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我 我的祷告 願我 我的祷告 若想沉滅 在你面前 沒有黑暗勢力 可以搖動我的信息 願我 我的祷告 願我 我的祷告 到你面前 夢裡悅難 天使 天君之心 在這裡 天君之心 福福清白 再你寶座前 在你寶座前 打開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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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我 我的祷告 願我 天君之心 願我 天君之心 願我 天君之心 感謝你 天君之心 願我 天君之心 福光 天君之心 新音 貴天空 願我 天君之心 我 天君之心 我们只要祢的荣耀 祢的同在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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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祷告如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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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同在 在这里 打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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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敬拜 打开天窗 我们只要 我们只要 祢的荣耀 祢的同在 在这里 在这里 愿我的祷告如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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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你一遍前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祷告 打开天窗 愿你充满 你的荣耀 你的同在 在这里 打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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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军拜 打开天窗 我们只要 你的荣耀 你的同在 在这里 在这里 绝书谢谢 谢谢 在这里 主啊谢谢 祝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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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祝你见到我们的亲爱 谢谢 祝我耶稣的圣灵祷告 阿们 好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兄姐妹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应 从童贞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石架上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福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兄姐妹请坐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翻开圣经 我们要来读明西米记 第九章一到五节 还有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美西米记第九章一到五节 还有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好 如果翻开到的话呢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情 这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人聚集祭祠 身穿马衣 投蒙灰尘 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 离觉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 他们神的律法书 有四分之一认罪 敬耶和华他们的神 耶稣亚 巴尼 贾念 士巴尼 布尼 士里比 巴尼 吉拿尼 站在立位人的台上 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 立位人 耶稣亚 贾念 巴尼 沙 贺利亚 士巴尼 贝拉西亚 说 你们要站起来 称颂耶和华 你们的神 永世无尽 耶和华 你荣耀之名 是应当称颂的 超乎一切 称颂和赞美 我们的神啊 你是至大 至能 至可畏 守冤 师慈爱的神 我们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先知 列祖 和你的众名 从亚述列王的时候 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 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 你却是公义的 以你所行的是诚实 我们所做的是邪恶 好 那在这个礼拜 最重要背诵的经文 在西米记第九章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情 然而你大发怜悯 不全然灭绝 他们也不丢弃 他们 因为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好 今天牧师要为我们分享的讯息是 如何跟上帝不尴尬 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看 你西米记的第九章的部分 第九章在做什么呢 第九章他们在做一件事情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他们做一件事情叫做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听到这字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想说 哇 可能会有点沉重 对不对 大家想到认罪悔改 都会觉得有点沉重 你曾经有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的经验吗 你曾经做过这件事情吗 这件事情 在你的信仰当中 占了多少的比例 这件事情 对你的整个信仰 对你的整个生命来说 它放在哪一个位置呢 其实你会发现在基督信仰里面 认罪悔改这件事情 好像是一个蛮重要的事 连还没信主的人 他们也都感受到这件事情 有时候我去一些地方 或是跟很久没有见的朋友见面 然后他们说你是牧师 牧师是不是都在听很多人忏悔 大家的印象 对教会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去到教会的时候 都要先说 神啊我有罪 都要先做一下忏悔 跟一般去庙里拜拜不一样 去庙里拜拜的时候 大家就想说 我要来求个保佑 求个平安 但是人来到教会的时候 都会觉得 是不是应该先忏悔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似乎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块 跟认罪悔改有关系 但是你是怎么看待它的呢 你是怎么看待它 其实会很影响你的信仰 所呈现出的样子 你怎么看待认罪悔改这件事情 其实会反映在你的生活当中 会反映在你的信仰怎么样进步 怎么样成长 所以求主今天透过这篇信息 来帮助我们 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今天早晨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 向你身上敬拜 主谢谢你 主谢谢你设立你的宝座 在我们当中 悦纳我们的敬拜 主接下来我们要听讲道来敬拜你 因为我们的心都转向你 因为我们听见 你要对我们说的那句 非常重要的话语 就让那些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 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再一次的让我们苏醒过来 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这里 今天的经文有个前提是什么呢 在第九章之前 其实在第八章的时候 当这个城墙 尼西米基在讲的是建造城墙 当城墙盖好以后 他们开始做一件事情 他们开始读神的话语 而读了神的话语以后 当他们开始读圣经 他们是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 他们发现圣经 读了圣经以后发现 原来我不像我自己以为的这么好 原来我在神的面前是不完全的 原来我的生命是破碎的 原来我是有罪的 原来我现在这样子活着是不OK的 我以为这样子好 但是其实我应该过的生活 圣经形容的样貌 神所赐给我的生命是更加丰富 是更加完整 我现在活在这个状态 一点都不好 要在个有罪的状态 所以到第九章呢 在这里你看他们 那日的四分之一的时间 他们在读圣经 又四分之一的时间 他们在认罪 认罪 然后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所以读圣经有个果效 读圣经帮助我们 看见自己不是这样子的美好 不是这么完全 读圣经有个果效 让我们看见说 虽然神按祂的形象造我们 但是我们失落了神的形象 我们如今活在一个 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当中 不是神的心意 不是神起初安排的心意 所以读圣经 然后发现自己有罪 如果你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吗 你读了圣经以后 你发现圣经这样说 可是我活的 我过的却不是这样子 圣经提了这么多美好的应许 可是我活出来 好像不是这样子 你就开始会有一点矛盾或挣扎 你可能想圣经可能写错了 或是你觉得圣经就是一个神话 或是圣经是给 里面的应许是给少数幸运的人的 不是给我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 神应许给每一个人 这是神创造我们 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时候 祂就已经规划好的 所以当你发现自己生命 因为罪的缘故 而没有活在那样子的状态当中 然后呢 然后你该怎么做 然后你会怎么做呢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见 他们开始做了一段认罪的祷告 他们做了一段认罪的祷告 哇这个认罪的祷告 他们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认冲他们列祖的时候 就开始讲到一开始神怎么样带领 带领那个亚伯拉罕 然后呢带领他们出埃及 神用十个大的神机 包括后来还有分鸿海 更多更多的神机 然后带领他们 带领他们出埃及 带领他们进到 要进到应许之地 可是这里说什么呢 但是我们的列祖 行事狂傲 应着景象 不听从你的诫命 当以色列人 他们刚过了鸿海 他们就开始跟神抱怨 圣经记载 他们在旷野里面 十次试探神 就是说神给他们 神这样说 但是他们不这样做 神说你应该这样子 包括怎么收玛纳 神赐给他们玛纳 神说你这样子收 你就可以吃得很好 他就说我就是不要这样子 十次 在旷野十次的试探神 不听从神的诫命 然后呢他们就 过得不好 他们就遇见一些灾祸 然后他们就哀求神 然后神就帮助他们 然后他们又好像舒服了 接着当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以后 开始了以色列人 第二个时期叫做 接下来的时期叫做 世诗的时代 神在当中 兴起一些民族的领袖 为什么神要兴起这些人呢 因为当他们进到那个 流乃与密的之地 那个应许之地以后 他们又过得很舒服以后 又觉得 我自己当王就好 我自己当神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都自己当作自己的王 所以世诗时代 又可以看到七到八个 这样的循环 就是他们在生活当中 他们又开始不听神的话 然后呢 敌人仇敌 就来欺压他们 就来攻击他们 他们觉得很苦 他们就哀求神 神又派兴起世诗 拯救者 拯救他们 生活又恢复到 那个平稳的地方 然后他们又不听 然后又犯罪 然后又等等等等 七到八个这样的循环 他们竟不听从 背叛你 把律法丢在背后 杀害那劝他们 归向你的众先知 大大惹动神的怒气 在世诗时代 你可以看见 七个这样的循环 接下来当他们就进到 下一个阶段 进到王国时期 他们说 神啊我们要立王 因为他们不想要神 当他们的王 他们说外邦都有王 那我们也来立一下王好了 有个王来管理 不是很好吗 那你就看见 接下来列王纪里面 有什么 有好王 有坏王 有好王 有坏王 好王呢 就是敬畏神 听神命令的人 那些恶的王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明明有神的 命令神的话语 他们却不遵行 然后甚至他们所治理的方式呢 就让国家里面 没有公义 让社会里面 没有良善 然后他们就 百姓可能又遭遇一些祸患 然后又哀求神 神啊敌人 要来攻击我们的 求你拯救我们 拜托拜托帮我们 又再次做一个认罪 但是他们人不听从 所以最后 以色列就灭国了 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然后再次70年后 才回到现在的地方 重建圣殿 然后重建圣殿 圣城的城墙 然后这一次 他们又读到圣经 他们也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也要做一个 认罪的祷告 所以读到这里 你会不会有点担心 这一次的认罪祷告 效果会可以持续多久呢 这一次的认罪祷告 可以保守他们 不落入在那个罪的事态当中 多久呢 这次的认罪祷告会有效吗 你看 当他们叙述 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 以色列的历史 简直就是一个不听从的历史 不听从神的命令 不顺从神 背叛神 不听从祂的诫命 印着景象 不肯听从 他们人不听从 不听从 不听从 然后认罪 不听从 认罪 不听从 再认罪祷告 这里讲到 以色列的历史 有一个困 有一个困境 就是他们 他们一直在犯罪 然后他们 又在认罪 悔改 回到神的面前 但是 似乎 他们的生命 没有真正的改变 所以他们认错了 还是在犯错 他们想要悔改 却改不掉 当然在这种状态里面 其实信仰就会变得有点尴尬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但是上帝怎么样不尴尬 这个尴尬表示 人跟神之间有一个距离感 其实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跟你一个朋友 然后你不小心得罪他 然后说对不起 对不起 可是你又犯 对不起 你又在做同样事情 然后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尴尬 会对不对 你会发现 有时候当 以色列跟神的关系 就有点像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跟神的关系 有时候也是这样子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跟上帝 搭同一部电梯的时候 如果今天状况题 如果今天你跟上帝 搭同一部电梯 只有你跟上帝两个人 那电梯里的空气怎么样了 你们在电梯里会讲什么话呢 我们色情 色情的聚会 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我们都会先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最近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 有的人说 我最近跟上帝的关系还不错 有的人说 我最近跟上帝的关系就是 以毒不回 然后有人说 我最近跟上帝的关系蛮尴尬的 因为 因为我明明已经跟上帝祷告说 我再也不要这样子做 我生命想要改变 可是我又这样子做 然后我已经做了很多次 这样子的祷告了 所以我们的关系就有点尴尬 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亲近上帝 我就不太知道怎么祷告 我也不太想要读圣经 你会发现 认罪这件事情 有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 影响我们生活很深 影响我们的信仰很深 所以你跟上帝搭同一台电梯的时候 如果那个就显出你跟上帝的关系 有的人说 我会看到上帝我会觉得很开心 我会看原来上帝长这个样子 或是有人说 我看到上帝 我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他 我会问他 上帝为什么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灾难 让我在当中 要过得这么辛苦 为什么你要造这样子的世界 为什么你不要扭转世界呢 上帝可能会认真的回答你 上帝会说 我没有把世界造成这样子 起初我造的世界 跟末后我要带你们去的新天新地 都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人犯罪得罪的神 是因为人决定不听神的话 所以罪就进入了世界 接下来死亡就在世界做了亡 每个人都被死亡所挟制 是上帝是这样 不好意思 上帝那你干嘛要造人类 你干嘛把我造出来 上帝接着说 我造你是因为我爱你 就像父母亲他很期待 一个新生命 可以被他们所爱 可以接纳承受他们所有的爱 他们要把所有的爱 都给一个对象 那就是你 因为神他就是爱 爱有一个对象 所以他一定会把你造出来 所以他爱你 上帝有吗 你有爱我吗 我好像没有感觉到 你说我爱你 爱到把我的独生爱子都赐给你 而且为你舍了命 我难道还不爱你吗 是 不好意思 上帝对不起 你发现当你跟上帝 搭同一部电梯的时候 最后这些问题的答案 还是会回到这件事情上面 有个事情就是罪 它卡住 卡在人跟上帝中间 让我们跟上帝中间有一个距离 没有办法很靠近 然后那个罪常常也限制我们的生活 你会发现 有时候它影响我们的信仰生活 就是你会觉得 好像我常常在需要做一个认罪祷告 或者是我干脆就不要做认罪祷告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用 可是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呢 表示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可能就不在意 自己是不是圣洁的 表示你可能直接走向 那个不听从的那条路了 不只这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 没办法靠近 会很尴尬 你只有有需要的时候 才来上帝面前要求他 但是平常没事的时候 我们尽量少联络 有事的时候我再来找你 这也影响到 我们跟身边的人的关系 你会发现我们跟身边的人 有时候也会这样子 我们想要改变生命 我下次不该这样错待你了 我不该这样子 这种口气对你说话 我自己知道这样子真的很不好 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 这么没耐心 但是你会发现 我怎么又这样做了 然后久而久之 我们跟身边的关系 有时候也有一点点的疏离 也没办法靠得很近 这个罪有时候卡住我们 也影响我们的自我形象 它让我们有时候 你觉得我这个问题一直处理不好 所以我有一直有个声音 控告你说你就是一个罪人 你就是不配 你就是什么都做不好 然后呢你就会 没有办法活得很自在 你就没有办法活出 神的儿女的那种自在跟喜乐 你就会什么都觉得 我不敢 这个这样子好吗 是别人先好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有个很 一直被控告的一个自我形象 很破碎 或是有人是反过来 有的人想说那我干脆来跟旁边人比较一下 我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他身上的缺点也很多 他也是 他这个做不好 那个也做不好 那个也做不好 我们开始比较彼此的罪 比较自己的软弱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人认罪认不好 这件事情做得 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影响你的生命各个层面 他让你的生命停 好像你的信仰有时候 就会卡在个地方 卡关 没有办法往前进 你会觉得 怎么好像我没办法经历神 这尴尬 也跟这个律法主义有关系 你会发现 以色列当他们发展到后来 耶稣的时代的时候 耶稣时代的时候 耶稣最常骂这些 法利塞人跟文士 因为他们活在个 律法主义里面 律法主义是什么呢 律法主义就是他们 律法书上所写的 神说的话 他们全部都听 你说这不是很好吗 这应该很好 对不对 但是其实不是 律法主义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说的不是真正的好处 是对那些 跟上帝很尴尬的人来说的好处 就是律法好处就是 上帝你这里列出来 我都做到了 所以我不欠你 你律法书上写的这些规定 我一条一条 我把它列出来 然后什么做细则 我都写好 然后我都全部照着做 我就不欠你 它的好处就是 我不用管上帝现在在想什么 我不用管 跟我在同一台电梯的上帝 现在心情是什么 他在想什么 我只要达到标准 我就可以控制上帝 上帝这些我都做到了 合约上面这些我都做到了 所以我可以上天堂 所以我应该得救 所以你应该 让应许我 让我可以得到那些东西 都给我吧 律法主义就是 透过一个行为达标 来拯救自己 透过定时 献祭献牛羊来除罪 有的人的认罪祷告 会变成一个定时的献祭 主啊我今天又做做什么 什么列列列列列列 觉得列干净了 有的人说列得不够 你还要列更多 你可能还要列到你祖宗十八代 全部都把它列出来 全部都认完罪以后 这样子你就OK了 你就干净了 其实有时候 这也是一种律法主义 因为我们觉得 按照这些事情 步骤去操作 以后我们就可以 得到个东西 可是你发现 这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的感情 这中间你不用把上帝当一个人 这中间你好像在 摆一些合约的内容 达成而已 焦点摆在哪里 焦点摆在自己身上 我得救最重要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可以得救 所以当人跟神很尴尬的时候 我们会很乐意的去活在律法主义里面 我们会很乐意把这套带到自己的信仰里面 有啊我都有去做礼拜啊 我都有十一奉献 我有做哪些事情 我有行善等等等等的 OK我都做了 上帝我不欠你了 可是基督徒 圣经应许我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圣经应许我们是 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都会经历这样的改变 叫做新造的人 一个真正的悔改是 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再尴尬 所以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今天不只是认罪悔改这个问题而已 今天的主题其实是 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改变的 我们的生命才不会一直活在那个以前的样式 一直在以前的老我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认罪的顺序跟内容 它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帮助我们悔改 其实是神在帮助我们悔改 当你有时候我们觉得想要透过一些事情 正确的祷告内容 正确的步骤 正确的方式 这样子就又可以悔改 但是其实不是 是神他在帮助你帮助我悔改 这个认罪的顺序是怎么样 你会发现上一章写到 当他们读了律法书 当他们都哭了的时候 他们原本想说 我们读了圣经 然后错了 我们要马上忏悔 要马上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这样做 可是神知道这样子做 你下次还是一样 这样子做对你的长远来说 其实不会有真正生命改变的帮助 所以这些教导他们圣经的人说 现在不是哀哭的时候 现在应该要喜乐 于是他们喜乐了八天 还记得吗 上次我们所提到他的那个圣日 他们欢庆了八天 八天享受 原来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美好的日子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你悔改 是要改去哪里 你只是把原本做错的事情 我不要去做而已 那你的心永远不会喜乐 你也不会在当中感觉到满足 所以神先让他们喜乐 神也希望你先在神里面先喜乐 然后在喜乐的日子里面悔改 当那八天过后 他们就开始进食 身穿马衣 头蒙灰尘 这是他们当时候一个举哀的一个表达 他们在喜乐的日子里面悔改 而当他们要悔改的时候 这些人呼唤他们 刚刚我们念了一堆很难念的名字 这些带领者 他们呼唤他们说 你们要站起来 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 又说耶和华你的荣耀之名 是应当称颂的 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 明明是认罪 可是当中却一再地出现 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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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认罪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们以为认罪就是把我留的罪 一条一条一条地列出来 我到底做错哪些事情 我全部都把它讲出来 然后说对不起这些我都做错了 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你应该要从称颂里面 来认你的罪 这跟我们过去想的 过去的习惯很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再次来看这个祷告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祷告文 其实你仔细去看的时候 它的比例 它的列出罪的比例 并不是最多的 最多的是什么 最多的是提到神的怜悯跟拯救 里面不断地说他们怎么样 他们不听 他们不顺从 但你 很重要 但是你 乐意饶恕人 有恩典 有怜悯 你不轻易发怒 你是丰盛慈爱的神 你不丢弃他们 里面提到 虽然 这些人 我们的列主 包括我们 我们都不听你的话 但是你 乐意饶恕人 但是你有恩典 但是你有怜悯 你不轻易发怒 你是怎样的神 丰盛又慈爱的神 你不丢弃 然后这一次一次 在旷野里面 你还是大师怜悯 他们十次 十次试探神 那你还是大师怜悯 你在旷野 不丢弃他们 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 你仍引导他们行路 夜间 火柱 仍然照亮他们 当行的路 你也赐下良善的圣灵 教训他们 你也赐玛纳 给他们吃 赐水来解他们的渴 让他们不会饿到 让他们不会渴到 而且你养育他们 他们就一无所缺 他们的衣服没有破脚 也没有肿 而且你还把地赐 给他们应许之地 等等等等的 你看见以色列的历史 是一个不听的历史 不听从历史 但是其实以色列的历史 从正确的认追祷告内容里面 你看见 这里要我们看见的是 它更是一个神 联名拯救的历史 一次又一次 他们又惹动你的怒气 但是 哀求你 你就从天上垂听 照你的大联名 赐给他们拯救者 屡次照你的联名 拯救他们 大发联名 不全然灭绝 他们也不丢弃 他们在最后的最后 当他们被掳了 当他们好像亡国 好像再也没有希望了 生命走到谷底 很多时候我们也这样子觉得 算了啦 我就是这么烂 我就是这么糟 然而你大发怜悯 因为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认罪祷告里面 除了列出自己 哪里得罪神 自己怎么糟糕以外 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做错 他更提到的是 神也一次又一次的怜悯 神也一次又一次的 施恩点拯救 所以一个真实的悔改是什么 一个真实的悔改是 看见神的施恩的怜悯 你犯错的次数 同样也是 神怜悯你的次数 再一念一次 你犯错的次数 同样也是 神怜悯你的次数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以后 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控告的捆绑 当我们又犯罪的时候 我们不是想的是 哎呀 我怎么又这样 而是我们看见神这一次 还有上次 他都乐意怜悯我 他都等待着我回转归向他 所以我们用同样的眼光 看我们身边 你以为是罪人的那些 你以为比你还不好的 你常常批评他 你常常看他不顺眼的那些人 神也这样子怜悯他们 真实的悔改是 当你在犯错的时候 你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罪就像是 那个荆棘冠冕一样 刺透了他的头 使他的血流出来 我们的罪就像是 那个钉子一样 钉在他的全身 还把他挂在十字架上 羞辱他 但是他在十字架上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真实的悔改 不是停止做某件事情 圣经你说这个不能做 我就不要做这些 不是停止做某些事情 而是要回应神的心情 看见神在做什么 当我们读这个 祷告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 不放弃 你想说神啊 我已经这么糟糕了 你怎么还有办法不放弃我 神就是这样子 神对你说 就算你放弃自己的时刻 就算你已经觉得 最黑暗的时刻 我仍然不会放弃你 我仍然要继续的怜悯你 我仍然要继续对你 施恩典恨我的慈爱 因为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真实的悔改 是仰望我们 原来有一位这样子的神 回应祂的心情 神为了你的生命 大发热心 撒加利亚书提到 撒加利亚是这个时代的 那个时期的先知 他提到神对我们的热心是 神祂离开祂的宝座 神祂走出祂的圣所 为了要来寻找你 为了要把你找回来 我们都以为神就是高高在上 坐在祂的宝座上 在那里等我们 但是其实不是 撒加利亚描述的画面是 神为我们 为耶路撒冷 大发热心 祂离开祂的圣所 祂要出来成就 这一切的事情 祂要出来挽回你的生命 这是真实的悔改 所以我们在当中 你就会发现 这个祷告文里面 充满了许多对神的称颂 你是有 因为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你是至大至能 至可畏 守约施慈哀的神 你是公义的 你是诚实的 我们所做的却是邪恶 你会发现里面的比例是什么 以前你想要放很多的比例 在我哪里 我是恶的 我哪里做错的 不好 可是这里 这个祷告里 开始出现许多的称颂 你会发现 当一个人在称颂神 你很难 你很难一边称颂神 一边又不听神吧 除非你精神分裂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原来悔改是这样子 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当你称颂神的时候 你就会想听神的话 当你称颂神 你就是觉得神很好 你觉得一件事情 很好的时候 你还会一直去 去离开违背他吗 不会 除非那件事情 你觉得没有那么好 普通 不普通通 或是跟我 没有什么关系 你才会很勉强的 需要去遵守 但是当你称颂 这位神的时候 表示你 哇 我知道这位神多好 这位神有恩典 有怜悯 至大至能 至可谓守约 施慈爱的神 把这些加在 你的悔改祷告里面 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的 变得不一样 好像有个光 照到黑暗里面 即使在你最黑暗 在你犯错的时刻 我们也看见 这位神 祂是值得我们 用爱回应的神 罗马书五章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情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耶稣基督 显明神 对我们的爱 所以 不论是 以色列的时代 还是直到今日 耶稣基督的爱 都这样子 向我们显明 直到今天 每一个我们犯错的人 神依然这样一次 又一次地挽回我们 你回顾你过去的生命 你没有因为一次的 罪孽过犯 就被击杀了 不是吗 你如今还可以坐在这里 是因为很多次的怜悯 是因为神 很多次的恩典 累积起来 所以你可以坐在这里 所以你还可以 继续向神 做一个认真的祷告 所以当一个人说 我信耶稣的时候 表示 我愿意回应神的爱 因为耶稣代表的就是神 他离开了他的宝座 来到这世上 要寻回一切黑暗的人 所以所有愿意 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愿意接纳耶稣基督的人 都代表着神 他向你奔跑而来 他追求你 而我也愿意追求他 我愿意回应神这份爱 就是我信耶稣的意思 第九章的经文到最后 所有的人他们说 这一切因这一切的事情 我们立确实的约 写在车上 你发现立约 它不是 只是一个合约 一个条文 立约是什么 立约是每一个 爱到最深的人 都会做的事情 你很爱很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什么 我永远爱你 我永远爱你 你不就是一个立约吗 因为这一切还没发生 它是一个承诺 对不对 父母跟小孩也是这样子 我女人很喜欢跟我撒娇 每天要出门说 爸爸你不要去上班吧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 你也会很想跟他说 爸爸永远爱你 爱会让人想要立约 爱到想要立约 所以同样的 这个约 他不是用来挟制你的生命 说你又没有遵守了 而是他是一个爱的极致的表现 在你很爱很爱的时候 你就想要做出这个承诺 你当时候在意的不是 如果我违约了会怎么办 你当时候在意的不是说 我会不会做不到 而是你会觉得说 我就是想要尽力做到 因为我很爱很爱你 所以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 悔改的方式是什么 悔改的方式是在于 认识神的良善 认识神热切爱你的心 然后在喜乐跟称颂当中 自然地改变你的生命 这就是悔改 而悔改的终点在哪里 悔改的终点在于 享受跟神 越来越亲密的那份关系 从一开始 两个人好像很尴尬 没什么话讲 或是觉得 对不起 我又得罪你了 但我愿意转向神 我愿意接受神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对我的爱和怜悯 虽然在当中 有时候我会感觉到羞愧 当中我会感觉到 主啊真的是很对不起你 但是我仍然 我仍然去面对这份爱 并且我愿意 把我自己的爱 也投入 也尾神在这当中 我就跟神越来越亲密 我就跟神 开始走在那个永恒里面 神原本在我生命当中 祂的那样子 美好的心意里面 这就是认罪的终点 并且妹我邀请你 现在有一段的小小的时间 给自己这样的小小时间 邀请你来到神的面前 做一个悔改的祷告 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 你开始像第九章所说的 你不只把自己生命当中 得罪神的部分诉说出来 你更要在当中诉说神 对你的怜悯 你在当中开始 称颂神 让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 把你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只有你跟神两个人 面对面的时刻 让这样子的时刻 不再尴尬 让你的距离 可以被拉近 让我们进到这样子的亲密当中 神为了你 祂大发热心 神那火热的爱 从创世到现在 不断一次又一次的 来挽回你的生命 这一次又一次 是神承受那些痛苦 神承受那个背叛 刺伤了祂的生命 但是祂仍然要挽回 祂仍然继续爱你 祂要再次的爱你 所以就让我们放心的 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不需要再靠自己来得救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将自己完全完全的 交在神的手中 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主谢谢祢 祢就是神的爱 我们看见了祢 就看见神怎么样爱我们 是毫无保留的 当我们看见祢 被悬挂在十字架上 我们仰望祢 就得着医治 是因为我们看见 祢毫无保留的 为我们承受 这一切的罪孽过犯 所以我们生命在当中 我们就得着了医治 我们就得着了真正的生命 我们知道在祢里面 我们永远可以转向祢 我们知道在祢的里面 我们永远不会被放弃 主啊 所以让我更像祢 让我更像祢 主啊 谢谢祢 听见我们每一个人 在祢面前的祷告 主啊 也听见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再次与祢立约 主我们要更爱祢 谢谢主 祂高峰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的 我们有一位美神 有一位好神 他是那首约诗诗爱的 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祢为我们完全地献上祢的意见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 用诗歌在这里敬拜祂 用听道来敬拜 接下来我们用奉献来敬拜 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写到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那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仓 请服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我们的神 祂就是这样厚四百分 当我们回应祂的爱的时候 祂为我们敞开天上的仓 祂所要赐给我们的福 不是那一点点的 而是倾倒下来的 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用奉献来敬拜祂 用奉献来感谢祂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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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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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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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同獻上大家 親愛的主耶穌 使得感謝祢 主啊是 你的愛串山越領而來 主因祢為我們捨在十家上 更為我們從死裡復活 讓我們對著我們的生命 能夠有如此的盼望 主我們知道我們原是那罪人 而祢為我們獻上自己 主祢為了尋回我們 為了解禁我們的罪 父神我們感謝祢 謝謝祢 祢是那等候著我們回家的父 我們不單單是我們的人 回到祢的家 我們的心也再次回到祢的家裡 願祢親愛的聖靈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坦然無懼地站在祢的聖恩寶座前 稱送祢 因為這是祢配得住 讓我們再次將自己獻在祢的恩手中 我們如此祷告感謝奉獻 是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 阿們 各位弟兄姊妹請坐 讓我們先來歡迎 首次來到我們當中的新朋友跟家人 若您是首次來到我們交會參加聚會的 歡迎您舉個手讓我們看見 我們今天都是這一陣子有在我們這裡聚會的弟兄姊妹 那也鼓勵各位我們待會會後可以彼此問安彼此交通 我有大概兩週的時間沒有站在招待台 就今天站在那邊的時候突然對某些眼睛有點陌生了 真的 很多時候我們因為疫情戴著口罩 那比較少時間彼此交通跟問安 但我們透過主日聚會的這個時間 能夠在這裡彼此認識 那在直播端觀看的弟兄姊妹 雖然你們在網路的另一端 也歡迎您可以在我們的留言區留言 把你在今天聽到裡面所得到的感動 你想要回應的也可以在上面留言 那我們教會的牧者同工會來看您的訊息 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話 需要代導也可以打在上面 那我們會跟您聯絡來為您代導 再來我們感謝神我們教會呢 在上一週我們的人之部 他們對外募集了150包 150包的福音米 那我們上一週出動了很多弟兄姊妹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影片 這些弟兄姊妹他們那天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據說大家你們看到 那每一大包是30斤 那個箱子 不要看它只是個紙箱 我們啟動了福音米的事工 因著主辦單位的人力不足 我們親愛的弟兄們 就捲起衣袖來協助 一袋30公斤的米 代表了耶穌基督的愛 陪伴與祝福 願神繼續保守我們這一次福音米的事工 能夠將福音傳遞到需要的家庭裡面 這一箱都是30斤 那一包也是30斤 當天原本我們只是要去載我們的一包150包米 結果你們看到他們的卡車剛好回來 來不及下貨 福音米在運到教會之後 又有一群弟兄姊妹來協助福音單張的張貼 盼望受到福音米的家庭 都能夠領受耶穌豐盛的祝福 下周我們即將啟動福音米的配送 願上帝繼續保守我們 願神祝福大家 我們帶回來的這158福音筆 原本只是去載我們的 結果因為他們的卡車兩車剛倒來不及下貨 我們的弟兄姊妹們就去幫忙當搬運工人 幫他們把所有的米從貨車上先下下來 我們再把我們自己教會要領回來的領回 那領回之後呢 我們在每一包米上面呢 都貼上了神的話語 真的盼望我們透過送這些福音米 把福音送到每一個需要的家庭當中 也讓更多的家庭能夠認識神的話 認識福音 跟我們能夠一同來嘗嘗主恩的滋味 帶導部分也要請各位弟兄姊妹為著我們的關懷協會 來禱告 我們的關懷協會在每年的7月份呢 都要預備和銷 那這個過程其實是很複雜很瑣碎的 他有很多的帳很多的課程 需要去把它整個完整的把它呈現出來 讓審查單位來看 那最近這些我們工作人員們看到他們真的每天 都在為這些鎖鎖碎碎的事情在努力 我們願神賜給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們足夠的體力 那我們也為著我們關懷協會當中的長輩 他們來禱告 他們已經開始復學了 那原本我們其實有30多位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有降到剩下10多位 那現在呢7月1號開始 有回來一半以上也都有20位了 我們求神赐下恩典 讓這一些爸爸媽媽們在我們的協會當中 能夠平平安安的來平平安安的回去 並且透過來我們這裡參加活動 也能夠來認識神 那也請各位為著我們的學生來禱告 我們的學生今年的暑假 其實蠻早開始放的 因為有個學校開始放疫情的那個疫情假 所以暑假是一個漫長的生活 那孩子們在這兩年寒暑假其實非常的辛苦 對他們來講已經沒有那種放假的快樂 我就在座我們以前幫助教會很快樂 都很多的盼望 可是現在的孩子對他們來講 暑假已經失去了很多的動力 我們真的希望這些孩子們暑期生活能夠不要荒廢 並且透過暑期生活能夠來更多的經歷神 下期部分我們教會在這個禮拜 就是接下來的周三開始 禱告會有新的主題喔 主題是 反加重建的力量 這是由我們石兵牧師為教會特別編寫的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有許多 我們需要再來一次再提起勇氣的 但是那個力量從哪裡而來呢 如果你一直覺得你對某一些事情補不起力量 但是它是需要我們往前進的 歡迎您來參加我們的禱告會 一起來學習這樣的禱告 讓我們的生命是充滿力量的 因為我們的神是充滿力量的 神祂是守曰詩詩愛 可以給我們重來的力量 我們透過禱告會一同來學習 也可以彼此帶導 還有我們教會在這幾周 為著我們教會的影音設備在募款 感謝主流許多項已經有弟兄姊妹開始認見了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預備工程 請師父們來幫我們把整個該更換的 該整理的線路重新來整理 還有些需要添購的 我想跟各位說 不要小看這些影音設備 那我們坐在會堂裡的人可能感受不到 因為我自己有兩周的時間 是在家裡看直播的 真的 直播端的弟兄姊妹們辛苦了 有的時候我們在這邊聽到的聲音都很清楚 可是你知道嗎 在直播端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聲音出不來 因為機器的問答 舊的問題 線路的問題 收音的問題 在直播端其實很辛苦 很特別 過去很多人來到我們教會 新朋友問他說 你怎麼知道我們教會 他們會說 我就想要找教會 然後就google台中教會 然後就看到基督救恩之光 但現在不太一樣了 當我問到新朋友說 你怎麼知道我們教會的 他會跟我說 因為其實我一直在看 你們教會的主日直播 其實看直播的 不只是我們會內的弟兄姊妹 還有許多人 他們因著沒有辦法參加教會聚會 或者是神吸引他感動他 他就自己上網去搜尋 而看見了我們教會的直播 進而到我們教會實體來 所以我們真的不能小看這個網路的力量 神的工作是超越空間跟時間的 我們總知道每一場敬拜 每一個主日 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他仍然在做工 所以很感謝神為我們做重組的預備 也求神來紀念這一些 為他聖功所擺上的弟兄姊妹 下期部分要提醒各位 我們教會的第二季讀經計畫 到七月底要結束喔 若您有參加的 請趕快駕緊腳步 把沒有讀完的 把他趕上去 那若您第一季第二季來不及參加的話 第三季沒有關係 八月份可以開始 你現在也可以開始來尋找你的夥伴 一起來參加 主婦社提醒各位弟兄姊妹 七月份已經開始囉 若您六月份的股金尚未存款的 在今天下午能夠把款存進來的話 就請您加快腳步 然後我們的專員 他特別晚了兩天結帳 讓我們在今天結帳 一樣是可以歸到六月份 所以我們的工作人員 他願意多兩天的時間 然後延後兩天結帳 所以如果六月份尚未存的 今天下午還有機會把六月份的補存上去 那其實你今天來可以存兩份啦 把六月份的補了 把七月份的也存了 那你七月份我們就不會忘記了 以上是我們上週的奉獻明細 要請各位弟兄姊妹自行查閱 如果當中的帳戶有問題 可以敲我們的生意相傳道 那如果您有個人奉獻編號的 我們就會登錄個人奉獻編號 如果您的奉獻帶上面沒有編號 而是寫上你個人的名字 我們就會用名字登錄 那如果您想要申請編號 可以敲我們的生意相傳道 邀請您再次從座位上站立起來 我們一堂來唱雙容 我眼睛像我眼睛像我眼睛像 走那你近五月份的終於 把七月份拍到 slides立起來 走那我眼睛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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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旁 等等你 请依然站立 我们低头来领受主导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可以有活泼的盼望 愿所有的荣耀 愿所有的尊贵 所有的称赞都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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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姐妹请坐 阿们 花一点时间 末导 回应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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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